北京时间11月30日,CBA联赛经历国家队比赛窗口期之后再燃战火,今晚主场作战的福建队144立克吉莫大神领衔的上海队陈林坚扮演关键先生,全场他得到40分,刷新职业生涯得分清高,而且他环标中实际三分球,成为本赛季第一个单场投进10个三分球的队员。 CBA的单场三分球记录是由前吉林队外员罗杰斯创下的15个国内球员的这一记录保持住者则是原北京首钢队助理教练张靖东,他在99-00赛季的某一场比赛中曾有过一场投中14个三分球的记录,至今无人撼动。 不过要说这单场三分球记录,有一个人就不可不提福建队历史上最著名的小前锋龚松林,他曾在一场比赛中轰下50分,其中三分球就投了13个。 陈林坚是本赛季一个单场比赛投进10个三分球的队员,而上赛季第一个打出这个数据的则是深圳队的孟多,都说欲强则强。 面对同样是摄数精准的寂寞大神弗雷代特,陈林坚今晚的手感可以用热的发烫来形容,而比赛场上两人活有些较劲的意思,你来我往,互不相让。 正是在如此的氛围之下,陈林坚越大越兴奋,越投越有感觉。 说起陈林坚,他的成名还要追溯到CBA的体测,这个名不见经专的福清小子在第一,天的投篮测试中投出周满分的成绩,这是他第一次出现在媒体争相报道的版面之中。 今年夏天,他也入选了中国男男男队阵容,虽然最后没能参加亚洲杯的比赛,但国家队的精力也给了他更大的动力。 在国家队会紧张,身体和精神双方面的担心自己会做不好,就希望更努力一点,做得好一点。 陈林坚说,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,回到俱乐部的他前进训练,终于迎来了爆发。 陈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